圣马利洛市市议员候选人罗金城的竞选造势活动 在圣马利洛一位朋友家中举行 与会人士赞扬他 为人诚恳亲切 办事认真负责 在圣马利洛市生活了十几年 一直是社区的义工 无论是华邪、福人社 还是交通委员会 还是学区、图书馆、医院 他都有辛劳的付出 他们一致认为 凭着他十几年的经验和贡献 罗金城是圣马利洛市议员最合适的人选 罗金城也表示 如他能够单选 会继续地维护这座城市原有的自然环境 和人文历史风貌 对于近期圣马利洛市盗窃案倍增 他呼吁警民手腕相助 加强巡逻增加人手 维护社区安全 竞选的主轴就是Serve跟Preserve 那Serve就是Serve我们这些居民 然后当然我们的Community 那Preserve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 圣马利洛的核心价值 当然是优美的这些建筑 这些美丽的环境 安全的社区 然后当然还有Sense Community 整个社区的团结的精神 另外当然是高品质的生活 然后这个就是我要继续来维护保存的 圣马利洛市市长孙国泰也参加了单天的竞选造势活动 他表示 罗金城作风正派办事很有责任心 希望他能够单选更好的为圣马利洛社区服务 非常值得信任 他非常的忠诚 他非常的负责 他非常具有同情心 他本人也非常的公平公正 所以我想这些都是具备这个做一个市议员 就是公僕最基本的特质 那另外呢就是在我们Sense Marino 另外一个最大的特性呢 就是我们的志工 大家的volunteerism 那我们这位罗先生罗金城呢 那他在过去八年中 那他有很好的这个记录 环球东方记者李渔冲 罗产金采访报道